这样的一个彩陶它的技术出现向西的传播的过程 和中原地区它有这种文化的联系 在中原地区彩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养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中原的彩陶文化逐渐向西传播 与西域的文化的文化 与西域的文化相融合 我们在新疆东江地区 在吐鲁番盆地 在哈密 在昌吉 在乌鲁木齐 发现了很多 距今四千到三千乃至一到两千 五六百年战国中晚期的一些墓葬 出土了数量比较多 类型比较丰富 色泽比较鲜艳的一些彩陶器物 那么这样的一些彩陶器物 有彩陶罐 有彩陶杯 还有一些彩陶盆 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彩陶 它的历史背景的一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可知 在四千到距今两千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 乃至于青冬时代的文化遗存 影响到了新疆 彩陶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质 新疆地区出土的彩陶 在继承中原工艺的基础上 又融入了当地的民族特色 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彩陶艺术 这些彩陶在文士上更加多样化 既有中原的几何图案 也有西域特有的动植物和民族图案 展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 新疆在先秦时期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 那么它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开始 就和祖国内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同时也通过天山廊道 通过草原思路 与中亚乃自于遥远的西方 有着物质文化技术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